Round 1 最近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 導致農作物失收 植物供應都受到影響 怎算啊 Round 2 唉 最近政府提倡綠色生活 但我家裡一點植物都沒有 我也想過種植物的 但問題就是 家裡這麼小 而且我上班經常要OT又忙 根本就沒時間種植物 怎算啊 Final Round 唉 之前看到一個新聞 它說土耕種植裡面含有不少的重金屬 還有植物上面也有很多的農藥 這樣我就不可以確保食物的質素和安全 怎算啊 以上這些問題 我們的產品都可以解決到 首先你看我們的栽埔 我們會用了不同的Sensor 3D打印技術 和結合了人工智能的技術 去製造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自動化水間系統 這樣就可以針對農夫的問題 從而避免環境因素影響農作物的收成 我們這部自動化水間系統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功能一就是監測 和記錄低植物的生長狀況 它內置了不同的感應器 並會將這些數據儲存到雲端數據平台 Fingspeed 而在功能二方面 我們運用了OpenCV的人工智能影像消滅技術 它會AI自動監測植物的生長狀況 OpenCV它會學會分辨植物的生長情況如何 例如植物有沒有枯萎等等的情況 而在功能三 我們會提供一些適合生長的環境給植物 它內置了RGB LED 小型抽氣線 超聲波霧化片 水泵等等 以上三大功能都是針對了工作繁忙的人士 他們擔心沒有時間去照尿植物 所以就不去種植 而我們這個水間機能可以全自動地照尿植物 這樣可以提供更多的種植機會給他們 我們的種植方法是用了垂直無土水間種植 無土種植可以避免含有重金屬 這是針對著健康人士對食品安全性的擔心 而我們唯用了滴灌的方法來灌溉植物 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水之餘 說回我們的心理打眼技術 我們自己設計了一個種植板和種植膠樓 這樣可以節散到空間 同時就可以以LEGO的形式給買家組裝 這樣可以吸引到市民對於綠色生活的興趣 以上就是我們的project 多謝各位 神訝